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的相约来到吉林卫视 我是欢乐主播向辉 大家好 我是欢乐主播李楠 今天呢 我是格外的高兴 为啥呢 我就这么掐指一算 再有两月又到了 又到了最重要的季节 那就是吃螃蟹 大家谢谢季节 还有两个月呢 你就开始惦记上了 真的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吃货一枚啊 不过呢 说起来这吃完螃蟹啊 还能够顺手熬一个造型的 那也真的是人才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螃蟹壳的造型 就问你们 服还是不服吧 哎呀哎呀哎呀 典型熬造型啊 那必须不服啊 你看看我这个款式 看看我这个怎么的 我发现了啊 各个都是高手啊 而且呢 还都是淘气包子 不过呢 有一个淘气包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不小心 他被卡住了 不过这萌萌的酒样 也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最后呢 好心人是 把他给救了出来 哎 大道啊 要我说呢 这就是你的前车之剑啊 说啥呢 说啥呢 前车之剑 从何说起啊 那一只耗子被卡住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说你不也是 又淘又馋嘛 吃货一枚 同样呢 也是长一个小圆脸 关键啊 你还未必有人家 小耗子的运气 那你说人家 能碰上好心人解救啊 所以说我劝你啊 真的要老老实实地 好好工作了 达达你说得挺对啊 我还是这个少吃饭 多干活 消停人家给大伙放姐吗 大唐圆脸 魔道猖獗 在偏远的山村 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 上演着一幕幕 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小剑 快来杀我呀 彩晨 等等我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 宁彩晨和小倩 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 一眨眼 十年过去了 小倩 快来杀我呀 彩晨 等等我 彩晨 怎么都走了 小倩 怎么了 彩晨不要我了 啊 你们俩分手了 确切地说 我们俩就没处过 老了要是知道 你没有男朋友了 就她那小心眼 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就我那天看她 骂一小妖精 妈也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是吧 嘴还动啊 够了 你们俩这样像话吗 老了一手把我们翻个代代 是 老了有问题 嘴贱 手狠 心毒 记仇 埋态 怎么了 渴什么呀 有问题还不让说了 人家有问题说 没有问题你们在这儿 瞎说什么呢 老了 你怎么来了 在那儿 家小千 你听假呀 啊 早男人没看着引用信 叫老婆舍你小子八八的呀 你看看你现在都齿成什么样了 以前男三个在一起 一模一样 你再看看现在 这是什么情况 啊 这是真品 高仿 九块九 爆油吗 来 跟姥姥说说 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我时间久一些 一百个 非常好 你 我很惭愧 比诗姐少一个零 十个 也不错 你 我也很惭愧 比诗姐少一个一 零呗 一个都没有啊 姥姥我快了 你快什么 你快起扎了呀 我告诉你啊 加好签 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 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 我打你个魂飞魄散 小飞 你跟她关系好 棒棒她 你 跟姥姥走 是 师姐 小倩啊 其实男人这东西啊 非常简单 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 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 这样 你去旁边躲着 看师姐的 嗯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小飞在这里 已经等候多时了 公子 为何现在才来 上班儿去了 哎 这是什么呀 毛巾 那你再看 这个是什么 烧紧呀 送给公子 公子 你怎么不高兴了 来的时候 哭了刮了个洞 刮洞 你急什么 我来为你缝补上 你真好 我带你去吃 真正的烧鸡 事情太厉害了 男人 只要用点手腕 他就会变成傻子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你干啥去啊 小倩呢 你没看着我吗 我以为是树呢 你讨厌 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我不要 你要呗 不要 你要 我真不要 你不要 我不让你走 我要 那你送什么呀 你没带毛巾啊 那这样 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叠个鸡 什么 我给你叠个鸡 小倩 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叠个鸡 干嘛呀 蔡臣你误会了 我是想问问 你的杯楼里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有个铁盆 送你个包 蔡臣 你怎么不高兴了 没有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没破呀 我帮你缝上 不用 小倩 不用 小倩 真不用 小倩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想给你叠个鸡 叠什么鸡呀 蔡臣 蔡臣 姥姥 你在那干什么 我都是按小匪教的做的呀 小匪让你把人家哭了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叠什么鸡呀 叠鸡 我告诉你哈 马上就是月圆子叶了 魂飞魄散呢 小匪 再交他一招 小倩 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 月圆之时 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 就会魂飞魄散的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 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你该不会 是动了感情吧 那倒没有 这样 你再躲到一边 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猜猜我是谁 别闹啊 我来猜猜 这细嫩的皮肤 小匪 你坏 天这么晚了 把我叫出来 何事啊 公子 让小匪 为你舞一起 可好 这 你听 别闹走 我来 可好 烊忌 无法 我来 我来 流浪了 反正有 打包放上来呀 走错了 反正有 打包放上来 世界太厉害了 看我的 别闹 可猜我是谁 我摸摸啊 二叔啊 女的 我好好摸摸啊 粗糙的皮肤 反正我 是我 呀 小倩呢 这不猜出来了吗 讨厌 小倩 这么晚 你叫我干嘛呀 我想跟你一起赏乐呀 可是这么晚了 我有些害怕呀 有我在 你怕什么 有你在 我才害怕呀 你听 有没有 好 好 我 我 sav 我 小剑 下来 我不下来 你带我回去 回不去了 你带我走吧 走不了了 为什么 腰折了 小剑 我先走了啊 你干嘛去啊 打石膏去 小剑 哎 姥姥 被关我叫姥姥 你是我姥姥 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 就你这个图儿 人身上以上 人又能不折吗 这个事儿不用你了 我叫小匪去 别别别 姥姥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好 明天姥姥组织一个 百人赏月大会 到时候 你要是不把她的洋气息干 那就等了魂飞破散吧 呃 我说你这要是不把她的洋气味 你就不干嘛 我跟後果我没想办 不一切 但是你最后我先祂 去把她的洋气息 那也算不是 你这样子 那就是你 你这么准备 我还可在那里 我可嫂 我又来到天姥姥 我来了 我先走 我来到天姥姥 不是 是大小分 audio 好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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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儿过生日 父亲必须忙 只要孩子高兴当父亲的 干就完了 你在外地忙你的啊 我肯定把我外甥女儿的生日宴 办得漂亮亮的 你就放心吧 媳妇 来了来了 来了老公 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 只要你一发话 立马行动 太棒了 姐夫 你们咋来了呢 你这话说的 多多过生日我俩能不来吗 那饭准备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鸡鸭鱼肉全都有 哎呀你这准备得太low了 这个大白萝卜杵这什么意思 这是个什么菜呀这是 雷锋塔呀 许仙宇白娘子 雷锋塔 是雕的 塔底下都有蛇吧 对呀 蛇呢 蛇太贵买不起 我买了十根泥就把它连起来了 比河场 来来来你过来 姐夫我跟你说点事 哦哦哦 你说 哎 怎么着 你咋这么蠢萌呢 郭总刚刚转了这个新学校 新学校的家长都是什么凳次 我姐姐跟我说了 孩子过生日 这家长们有的请中餐 有的请西餐 还有的家长请吃海鲜 到了咱家 请人吃许仙 姐夫 你以为现在这孩子过生日就是过生日啊 那孩子家长不得陪这一块来呀 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新同学第一次来咱们家 咱们得通过这次生日 让朵朵在新同学当中建立起强大的自信 只要有了这份自信 将来孩子长大了 不是迪丽热巴 就是鼓励那扎 反之 不是齐里夸插 就是稀里哗啦 说的对 这样 我马上再炒一盘土豆丝 你炒什么土豆丝啊 可是刚才我俩白说了 哎呀 上人 快点啦 拿走拿走 哎哎哎哎 我照片 就你这照片还好硬子挂 不想丢人 姐夫 现在这个家里的感觉怎么样 好 嗯 狂拽酷炫 乍天了 等会儿 嗯 老公 我怎么觉得哪儿还有点不协调呢 对 我也感觉哪儿有点不协调 哪儿呢 我吧 不是你 去 把我给姐夫买的衣服让他换上 不是啦 不用 换什么衣服啊 我这衣服挺好看的 你可拉倒的 你审美档次太低了 就你穿这什么晚上啊 和我这五金半的龙虾站一块 你充其量也就是麻辣小龙虾 我告诉你 还想不想给朵朵办一个完美的生日啊 我换上 这就对了吗 姐夫 你就得听我们的 我给你选的正式衣服 你只要穿上以后 你就上天了 来 亮相吧 我姐夫帅不帅 来 戴上 这一下档次就上去了 我看 哎 这都是真的啊 给我举起来 我看 还差个领带 给他整着 哎 哎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将军肚子你给我挺起来 嗯 收胸 抬头 四十五度鞋势 走你 啊 哈哈哈哈 你自信点 往那边看 嗨 我给你说姐夫 现在这个机制就有了啊 你们一会儿啊 这个小朋友们来了以后吧 咱那个欢迎仪式啊 媳妇过来 来了 我和我媳妇呢 先给你打一个样 要看仔细了啊 来 牛仔 小朋友们你们好吗 欢迎参加我们女儿的生日宴会 大家好 你们高兵高兴 成功了 谢谢 姐夫 现在就看你的了啊 来 牛仔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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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起来 动起来 动起来 来 啊 小朋友们来了 欢迎 小朋友们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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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掌鸡掌啊 来啊 持点劲 姐夫 姐夫 对对对 什么渐入家境啊 这不瞎折腾吗 啊 不就是孩子过个生日吗 至于这么折腾吗 我跟你说 你信不信 一会儿我闺女回来了 她能不高兴 那就不可能 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 爸 爸 全家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看看 我闺女不高兴了吧 我高兴 太漂亮了 爸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你看我闺女不喜欢我了 我喜欢 太帅了 我都爱你 爸 我有个事想求你 你说 我们班有个同学 他跟我选的 说他爸爸是CEO 我当时也来这儿了 说我爸爸也是CEO 你一定能演好了 你放心 孩子 爸爸一定演好这个CPU 电脑主机啊 CEO好不好 爸爸 你一定能演好了 你要是演不好 我就没脸上学了 不哭啊 爹爹爹爹爹 别哭别哭 有舅舅在你踏场呢 爹爹 舅妈在拼头上 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谢谢舅妈 赶紧进去看看去 你看看去吧 快去吧 爸 你一定得演好了 啊 看见没 看见没姐夫 孩子从男生说什么样了 孩子对你要求不高啊 我告诉你 为了孩子 你必须演好这个CEO 我知道 我一定演好 我 我像那个油吗 我看你像 I C U 我看你像 气死我了你 算了算了 媳妻儿 咱们启动最后一套方案 好 我演孩子他爸 我演他妈 加上我这超颜值 咱俩的组合 没谁了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家给我换了 我这当爸的也要换是不是 那是我闺女 你们凭什么这样 干嘛呀 你唱什么呀 你唱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 你那儿还听见 咱们演戏一小时 孩子幸福一辈子 懂不懂 行 那我去哪儿呢 你出去吧 我出去不行 我女儿过生日 我出去 我必须在这儿 看着我闺女过生日 这么对吧 你演我司机行不行 行 太好了 我跟你说啊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我得跟我闺女商量一下 我闺女从小就跟我感情深 我怕这么一说 孩子肯定得哭 待会儿你们到时候帮劝劝啊 好 多多 来来来 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啊 朵朵 你别哭 听见没 听爸爸说 那个是这样的 我想一会儿你同学来了以后啊 我想让你小舅啊 当你爸 他像那个CU 对吧 你舅妈呢 当你妈 行吗 太好了 太好了 疯狂了 朵朵 叫妈 叫爸 哎呦 好女儿啊 情感的小船 说翻就翻 那我爸我爸叫啥呀 哎 叫哥 叫涛哥 他演的四季 涛哥 找完了 涛哥 我女儿的生日礼物呢 哦 我准备好了 快拿出来呀 哎 给 这个蛋糕在哪了 蛋糕在厨房呢 你赶紧点蜡出去呀 敌军还有三十秒就到达战场了 哦 快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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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好 小朋友 你们好 多多父亲妈 你好 你还叫她父亲 来 来 欢迎 你好 我是睦睦的妈妈 哈喽哈喽 你们好 你们好 来 欢迎 幸福幸福幸福 哎 朵朵呢 朵朵 来 朵朵 朵朵 这是给你的礼物 加油 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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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谢谢 谢谢 朵朵 你爸爸送给你的是什么呀 打开让我们看看 看看吧 快打开快打开 来来来 大家一起看看啊 是录音笔 朵朵 今天是你九岁的生日 爸爸给你准备了礼物 是天底下最美的声音 你听 这是你笑的时候吧 对 我再睡了 妈妈 爸爸 你赶紧给我让个地儿呗 我五岁了 今天是我生日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我爸爸是最厉害的 转大以后 我要嫁给你 我要等我爸爸一起吃生日蛋糕 我爸爸最爱吃生日蛋糕了 好 来 上蛋糕 蛋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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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这是谁啊 这是我司机 对 那个叫我涛哥 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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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一起吃蛋糕了 吃蛋糕了 来来来来 来来 大家都拿都拿啊 谢谢 没了啊 吃我的 我不用 我吃萝卜 我爱吃萝卜 对 我司机爱吃萝卜 大家不要客气啊 大家都吃着 小朋友爱不爱吃啊 甜甜 吃吧吃吧 别客气啊 朵朵 你吃 我不吃 你快过去 你过来 咱们吃完蛋糕 拍照片呢 朵朵 你吃 我不吃 我爱吃萝卜 快快快 快过去 爸爸 这孩子过生日 太高兴了 叫涛哥 爸爸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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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谁是我的爸爸 我爸爸不是CIO 我爸爸就是个普通人 但是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 因为他爱我 爸爸 我亲爱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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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父母 话说现在这个 带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啊 就是你有这个习惯 根本就不带钱了 拿着手机 我们都是用电子支付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这出个门吃个饭 一旦这手机要没电了 或者丢失了 那得多尴尬 此时此刻怎么办 你这个问题还真的就问得非常的到位 一般来讲 这个移动支付都需要使用密码 即使成功登陆到支付界面 但是如果说没有密码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完成消费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超级马达哈 一并丢掉了手机 银行卡和身份证 那么就必须要尽快致电网络运营商 来冻结手机卡了 然后还要打给银行 立即冻结网银 那么第三步 支付宝是可以通过拨打95188来解除绑定的 微信是可以登陆腾讯的安全中心来冻结账号 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些操作之后 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遭受到相关财产的损失了 这一次呢 向老师介绍的是非常详细 就是怕大家手机丢失之后 我们里面的这些钱包 我们的余额被人家给盗用 李楠也是提醒大家 手机里不要存入这个银行卡 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份证 等个人信息 是的 以免给那些会留下几乎 好了呢 说了这么多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节目 一起来轻松一下 必须的 躲起 黄天在上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今天我们兄妹三人 再次结败 体天行道 林月亭 爹 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住口 现在已经结败了 给我叫大哥 跟我学 不是我说 哎呀哎哎哎 爹哎干嘛去 撒雪为盟 你拉倒吧 你这咬这么甜也没出血 那个老丈上 什么话 老铁 音乐 请 虽然我们兄妹三人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今天一块死 哎 音乐停一下吧 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 生就不是一起生的 要一起死的话 我有点不甘心 打你小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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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不及力的 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行了 你快起来吧 这什么 大哥 我不坐大哥好多年了 你坐这好好说 到底咋是啊 今天有线人来报 妈 线人 拉倒吧 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 哪来的线人呢 你三一老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 他给我送信来了 说宫里边 有个人过生日 叫蔡琴 不是 不叫蔡琴 叫蔡明 哼 你俩吧 要不懂就别瞎说 人家叫蔡依林 对 就他过生日 好多人呢 要给他上供 你三一老说了 他们上供的是基因财宝 他们呢 不敢走大道 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我们哥仨在这儿节道 我们要替天行道 哎呀 那咋讲呢 动动脑 大哥有36G 何田啊 我觉得36G 蔡依林比咱们熟 爱情36G 就像一场游戏 我要去指掌 我要同情 蔡依林 他唱上了 你那是爱情36G 跟我这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欲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所以说36G 选一G 那我就选 独酒G 门害药 全部干到 好G 哎 我也有一G 什么G 太G 那你太磨叽了 老妹你给我选一个 狠点的G 哎呀爹 这一块还用选吗 这块咋的了 美人G 我觉得你这G 怕用不上啊 这块 老田 我想问一下 咱俩都选了 你选啥G 哎呀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 老弟 哎 啪呀 哎 两个双臂 望起撑啊 后边的两腿 不要灯啊 望起撑啊 不要灯啊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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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哎呀 哎呀 老铁我明白了 你不让我双腿用劲 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No 我是想告诉你 腿按也打死了 怎么去的医院 不好 咋的了 有声音 咋的了 来人了 咋的了 来了好多人 啊 要没听错的话 越来越近了 好近好近啊 你回头 关爷 关爷 一路风尘仆仆 到小酒馆 喝杯随酒吧 哎呀 安全吗 回禀公共 此处穷山俊岭 依我之界 不宜久留 嗯 边吃边聊 啊 啊 啊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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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行 进步 进步 坐坐 俊岩 你看看 真吃点什么呢 上酒 这么快就上套了 多坐下 你来记忆弄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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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站起来 大人 喝点酒 小店酒牢好了 且慢 完了 完了 不要 安全 关公 谁用 吓我一跳 他咋没事 我没下药啊 那你下这个熊样干啥呀 我以为我下了你 公公 喝完酒 我们还是赶路吧 嗯 再来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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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下下 下下 下下 来 给我 给我倒上 都来点 都来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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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慢 哎呀 又是完了 这回 别想那么用的 都干了 来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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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如果你没尽兴 要不再来一碗吧 走 有事没上 快去 公公 来重重 去就别重重 得小店儿重重 敢拦我公公者 死 对对对 巨爷巨爷 你们喝完酒 就没进性子 我给你演点小节目 人家行不行 公公 天色已晚 我们还是赶路吧 停 都给我站起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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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都给我站起来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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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他在讲 我怎么心里 滚 别唱 你看着没 他没看着 看着 懒得吐了 你的美人气 钻破我就毒酒技啊 不是 老麦你也是 那是个无依无求的人 你聊着他个好玩意 酒技 刚才吐得挺爽吧 这一路挺辛苦啊 到小酒馆歇歇脚 咱玩个游戏呀 你说呢 公公 不能玩 以防有炸 玩 正玩 正玩 不是喜欢玩 玩什么 快 玩 玩 玩 公公 好有雅心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 叫敲旗游戏 逢旗必敲 谁喊旗谁喝酒 俊妍 咱们重担参与 哥你先来啊 咱几个人一起玩 来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七 二 五 七 二 七 二 啊 这 这 正好吃 有人啊 太快了 没玩的啊 不是 我 那想给他们打个样啊 就是 来 吃菜 回你 哎呀 哎呀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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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都不按套路玩 咱俩好好玩一下子 你怎么要搁几起 我搁一起行不 开始 六 七 喝进来啊 要错了 要错了 咋子 来 吃菜 来 吃菜 吃什么菜 我就不进来的 咱们跟我这儿捋了啊 我跟你说 玩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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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 完了完了完了 那个 小店也快打烊了 你别喝了 赶紧走吧 你说呢 我说了 算吗 变成呀 我就收个杯 来 兄弟们 都干了 一 二 三 刀 就这么简单 你玩什么敲弃啊 在这盘上 你还拉到 我把你爹磨 就给爹整形啊 你找那样 找那样 找那样 哎呀 没有了 行行 起来吧 起来吧 起来 起来 这这服 不要装啊 整个手带鱼啊 鱼什么鱼都倒了 赶快 把他们衣服脱下来 咱们穿上的衣服 把这些金银财宝 说上亮丝 好 好 起来 好 好 我的天哪 这家伙 找这点事 媳妇 我这有丝 梁山 我这好汉 谁 谁 梁山好汉 梁山好汉 我们要错人了吗 赶快苏醒过来 这这解药 解药 这干嘛的了 行行行 行行行 行行 来 行行 来来 要贵人了 来来 几位是 梁山好汉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 我们呢 结了一批官银 打算押回梁山 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 就是为了避免一些 没有必要的麻烦 哎呦喂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死个家人 不认死个家人了 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 也是要输上梁山 你说这事整的 这个死地不宜酒溜 赶快走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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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告辞 慢点走 慢点啊 刚才不好意思啊 一场误会 不好意思 以后再来啊 喝酒啥的 一路平安 拜拜 大哥 那人是干啥的 那是公共 梁山有公共 公共就在公里 你胡啊 梁山那有公共 啊咋咋出来了呢 有公就出来没 公 哎呀妈呀 咋的员 又咋的 又咋的 哎呀哎呀 租租了 我远 darker 咋的呐 我们让人家 将近就近了 走小道 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哎呀害怕酒馆干啥呀 在玩把锹7 我就不行 我强不死他 走 你妈呀 孙老师好像比以前胖了一点吧 笑过吗 百家笑谈 谈笑古今呢 他的表演风格跟所有人都一样 今天我们不聊别的 我们聊一聊 人生 说到人生啊 同学们都想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那么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好的呢 老师觉得 个儿大的人生就是好人生 这个确实 这个人生 非也 人生啊 是我们人的一生 是我们人的一辈子 怎样才有一个好的人生 他要具备很多的必要条件 首先第一点 老师认为 你要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对不对啊 对 老师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拉丁舞 好 这个拉丁舞啊 锻炼身体可以的 你要想成为一个拉丁舞表演艺术家 就很难 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 都是很倔强的 所以说嘴巴里一定要说那个倔 边倔边跳 你看我倔不倔啊 你看啊 倔 倔不倔 不倔我都不下课我跟你说 当然 老师觉得 光有一个身体还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 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 因为你慢下来了 你才可以思考人生 那么怎样可以慢下来 在中国茶文化当中 我们就可以充分找到答案 这个茶的名字就很讲究 不行我们来讲几个啊 你听听 碧罗春 哇 铁观音 大红袍 对不对啊 那同学问了老师 茶名那么讲究吗 改改名字可不可以 铁观音 不叫铁观音 叫铁菩萨 大红袍不叫大红袍 叫大棉袄 大棉袄这个茶一听 就是泡不开的 当然说到这个茶呀 我们不得不提起 中国的功夫茶 因为功夫茶很厉害 老师要给大家展示一遍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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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功夫你还喝什么茶呢 老师在这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功夫茶的功夫 不是功夫 而是时间的意思 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 来 跟老师一起调整呼吸 吸气 吐 吸 吐 好点没有 我就是为了自己换换气 当然 掌握礼上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 你要学会 怎样去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困难与挫折 老师觉得运动员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同学们问了老师啊 运动员是怎样面对那些困难与挫折的 老师总结为四个字 叫做保持微笑 我们可以拿一个项目 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 平衡目这个项目 这里好比就是一条平衡目 平衡目就好比我们的人生 充满着挫折与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保持微笑的 准备上场 上幕 困难出生来 你来 咱握不了平衡 也要保持微笑 注意想法 心里再害怕 也要保持微笑 可以吗 看到没有同学们 一路走过来都是保持微笑的 那么同学问了 都是这样的吗 别的项目可不可以 当然 没有什么不可以 都可以尝试花样游泳 带个泳帽 一个鼻架子 在水池边开始就走了啊 出场走 走 走 造型 入水 注意啊 水下不要笑 容易被呛倒啊 我同学问了老师 射击可不可以啊 我们来尝试一遍 我们来尝试一遍 同学们要说老师啊 你演个节目搞那么累干什么 因为我想说 不累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 看到这个手势没有 它指向的不是别人 就是你自己 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目标 如果有哪一天你说老师我好累啊 我坚持不住了 没关系老师教你一个方法啊 你就可以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 大声地说 嘿 保持微笑 我 看好你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送 跟大家呢 那说一个事 就前几天吧 这个 上火 你随着天也热 就牙疼 然后我吧 就是找这个牙医 为了这个治牙 修牙的时候呢 能够跟医生 沟通好 我特意提前录了这个音频 每当牙医碰到我这个牙齿 感觉到一丝丝丝 牙痛的时候 我就点击播放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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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提前录好了 哎呀 我说达达你能不能坚强一点 你说你收个牙至于吗 这么大人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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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腰疼 牙没疼过 是不是 正牙 我和你说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和我一定是身有体 多难受啊 那牙就那小店钻一钻 你就别说钻到牙齿 所以那医生啊 一抬手啊 我就吓得直哆嗦 我就怕他一抬手 拿那小钻放到我嘴里 只要一抬手 我就赶紧放啥呢 就放我那路线 那天可是巧了 整个走廊里就回荡着 好痛啊 好痛啊 这惨叫手 后来这个医生是受不了 跟我说这么点 老弟 前面我也不要了 你走 我是一个要我名誉的人 你快快离开 我这牙克人数 你说你是来搞笑的吗 我也真是受不了了 真的太奇葩了 这样吧 观众朋友 赶快跟我 咱们一块去看个节目 缓解一下尴尬 行 看看别人的咋看命 我超期待 我很喜欢什么 小小小的时候我打个电话 是我 那时候我在医院呢 我没病 那啥 我姑娘不在医院当院长吗 让我过来提点 我到了 你说医院人多不 医院现在 我后面就俩患者 我才第一个 我跟老平 我cios 你先练过 下一位 哎 干啥呀你 咋不知道排队呢 说谁呢 说谁呢 干啥呢 谁呀 你从那孙赛 你俩一伙的 谁跟他是一伙的 不是刚才这小早事 这是不是奏性 你三一遍去吧 因为我们俩文文大人排队 你打电话 巴巴巴 咋啦下上去了 你也不讲个理 说那算错 就是我排错了 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 这么靠你这一步 这算错 这老头皮的这么大呢 我跟你说 我这都改了 现在这是化验科 你是不是又三年前 我直接要上古科住院 从你刚才那一伸手 感觉你挺硬实 这话说的 像我们习武之人 我跟你说 我受不了这种 这种屈辱 受不了这种屈辱 习武 哪门哪派呀 广场派呀 广场舞啊 对啊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下你才遇着好对手了 我是公园派的 我在公园领舞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 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我不是吹啊 是不是前几台是你派四个老头 上我们广场去学舞步 当初让我给听出去 哎呦你个拉倒 你这那撒谎 你那四个老头回来跟我学了 给我反应了 说你们广场舞呢 动作太单一了 曲牌你也太老道 那我就问你 你们现在问你什么 什么曲牌 我们用的是 啊这我刚才我听有人唱啊 这个呀 是 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 来了一个外国友人刚才唱的 啊这是你唱的 是你唱 你给我招手 你是他们专队 你给我招手 你看他长得还没我白呢 啊 啊 我输不了他们了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对啊 你舞会有 行 好 那么接下来 就跟大家展示一样 我们公园舞 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玩一个八拍 相当高 来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七 八 一 跳完了 没有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 啊 什么八拍进入 来吧 走 走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六 九 九 十 十 两个八 十 二 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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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你干啥的 斗地主呢 那你出俩王啊 我个字啊 咱俩这么标不行 啊 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我们的曲牌曲牌是 阿雅游啊 哈哈哈哈 阿雅游什么歌 哎呀哟 带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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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 哈 哎呀 哎 哎 哎 好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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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倆玩挺好的 先別玩的啊 那個宋師傅 來你來 大夥伴了 你來 哎 你待會 不是 你看 這麼的啊 看啥呀看的 你看你這皮子這麼大 我得錢的你張開啥個好 我說什麼意思呢 不是 你先回去 我我我處理他 你先回去 告訴你別人 回去 從那順處 哎呀 哎呀給我 大腔刺刮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啊 他認識你啊 認識我嗎 挺熟 那你到底有啥病呢 我沒啥毛病 沒毛病請你別在醫院泡行不行啊 怎麼的呢 你拿著當澡堂嗎你說 我告訴你我沒體驗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 我跟你說院長是我姑娘 你姑娘是誰 我姑娘 吳修波 你那我 吳修院長是你姑姑娘 你看我怎麼熟了他 你 你看我怎麼熟了他 我跟你說是誰不出人人熟了你 你 喂 院長啊 老人的病我看了 我們醫院能做的不多了 哎呀 這是說我呢 對呀 我覺得你現在還是先別告訴他 我怕他承受不了 他聽到這個消息啊 直接就得癱瘓 哎呀 哎呀 院長 已經這麼大歲數了 病情發展到現在也是正常的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會盡最大努力 好了 好了 院長 不是大哥 不是 你 你這是啥的了 我 你別嚇唬我 你這 你打麻藥了 我可能要夠槍了 你聽誰說的 剛才我聽 大夫給我姑娘打電話了 咋說的 她說你先瞞了 不要告我 她說告我 我就得癱瘓 你看我腿都腫了呢 哎呀 你還自己嚇唬自己 剛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 好啥呀 兄娘 剛才我跳的舞可能是 回光返照啊 哎呀 哈哈哈哈 我總結了一下 人這一輩子呀 就像坐火車一樣 早下車 晚下車 早早晚晚 都得下這趟車 但是最重要的是啊 在車上這段時間 你得活的精彩 我 我跟你們不一樣啊 我是沒買票 呀你從半到退去的呀 你去 我是我是穿實的呀 我出去 你看你怎麼就不聽勸進 楊大夫 楊大夫 你看這老頭就不行了 你們這個 幹啥呢這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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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剛才玩的可好了 說不行就不行了 這咋的呢 說啊 自己嚇唬自己 就聽說自己不行了 誰說的 大夫 你說 我說心裡話 還有多長時間到啊 現在就到了 啊 哎 哎 你這你這是幹啥呢 大夫 你聽我拔牙了啊 剛才你給我姑娘打電話 我都聽錯了 我給你姑娘打電話嗎 不給院長打電話嗎 說是 先不想跟老爺說嗎 我都聽真良的 你說我拔牙吧 叔啊你聽錯了 我剛才打電話那個院長 是敬老院的一個院長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的檢查結構已經出來了 就是血壓偏高一點 什麼事都沒有 啊 這不是癌症晚期嗎 你看錯了這個是你的 這是誰的啊 哎呀這個是我的 兄弟啊 你要下車啊 哎呀 其實啊 我早都該下車了 來來吧吧呀 在車上又多待了七八年 我就想 命運無論給我多大的坎坷 想讓我下這張車呀 沒那麼容易 我還想當司機呢 宋叔啊是我們醫院的明星 他是一位抗癌明星 老人家得癌症已經八年多了 但是呢 他有一顆陽光的心態 去面對病魔 並且有一顆善良的心 去回報社會 老人家不容易 登三輪攒了點積蓄 還資助了幾位 貧困學生 宋叔 孩子們呢 給我發來了一段視頻 咱們一起看看 好 咱一起看看 宋爺爺 我又新學了一首歌 我唱給您聽吧 小的少年 很煩惱 宋爺爺 這次我又考了第一 我唯一的一個願望 就是讓您回來看我 我想您了 宋爺爺 健身體健康 健身體健康 宋爺 孩子們呢也挺想你 你跟孩子們說幾句 好 來 說幾句 孩子們呢 你們的祝福 爺爺收到了 不用惦記爺爺爺 爺爺身體可好 親愛的電視機器人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素 歡迎收看今天的《情動十分》 《情動十分》給你台前喝彩 幕後精彩 每周三晚上九點十分 都是以重逢見人生的 好久不見和大家見面的時刻 而這期的好久不見迎來的 第一位重逢委託人 她想尋找的是她的閨蜜 因為她和閨蜜之前就有約定 在結婚時要做彼此的伴娘 可不知什麼原因 讓二人之間產生了矛盾 已經很久沒有聯繫了 這次來到好久不見 她能尋找到她的閨蜜嗎 二人的關係又能重修就好嗎 晶晶和媛媛在高中是同桌 也是一對非常好的閨蜜 從高中到大學 兩個人形影不離 雖然她們的大學時光不同效 她們之間的友情卻始終不減 特別是當晶晶交往了男朋友之後 兩人之間有了更多女生之間的小秘密 她們還約定 以後一定要做對方的伴娘 那個時候讓你把把關 還有包括後來在一起之後 你們不在一個學校 經常會在一起聚聚餐 對 有這麼認識的那個男孩 對 然後那男孩在我面前表現得挺好的 我就覺得這男孩對晶晶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半年之後呢 就分了 她們分手了 晶晶和男朋友分手 第一時間就找到了圓圓開導自己 沒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卻讓這對閨蜜的關係急轉直下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讓你們倆關係不好的 因為那個男孩跟晶晶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有給我發那個短信 現在我來看應該是還沒短信 但那時候看分不出來 如果是 他當時都說些什麼呀 就是說那個你怎麼樣回去累不累啊 就類似於這種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出於朋友的那種關係 不是 這是一個男性在向一個女性死亡 那我那時候看不出來 我認為他跟那個跟我閨蜜那麼好 然後對我的關係應該是屬於那種 親人之間那種關係那種感覺 因為他老問我就是我閨蜜喜歡什麼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愛我閨蜜 但是他覺得他給我發那個信心 應該是出於我是他閨蜜的情況下 給我發信心 我認為是這樣的 就是當時你比較天真 對 沒有想那麼多或者說實 那後來呢在他們分手之後 分手之後呢他就老是說誇我 覺得我挺漂亮的挺溫柔的 然後挺懂事 然後老說金金就是挺脾氣不好 然後之類的 然後後來他就慢慢地慢慢地 對我越來越好 我就覺得 因為他是跟金金分了手之後嘛 我覺得應該 因為金金也跟我說過 他覺得他也不太喜歡那個男孩 我才確定 我才答應那個男孩 你答應了他 在金金的前男友的猛烈追求下 媛媛竟然同意了和這個男孩交往 但是她一直沒敢告訴金金 她覺得自己無法面對金金 一開始她是不知道的 後來就是她來 她在我旁邊 然後看到那男孩給我發了一個信息 然後就 你沒告訴金金 沒有 你為什麼不敢告訴他們 我覺得 沒到時候 不是 你不坦誠不坦道 不是沒到時候你內心怕 你其實內心是很恐懼的 對嗎 有一點 我也怕他生氣 我也知道這不好 那 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但是後來就是被他發現了 被他發現的時候你是怎麼說的 他沒給我機會 他走了 看到那個短信就走了 對 當時那個短信上說的什麼內容 就是家在你什麼時候下課 金金一走了之 媛媛也沒有第一時間和她解釋 久而久之兩個人就斷了聯繫 後來媛媛與那個男孩分手了 金金也到外地工作 兩個人徹底走勢在茫茫的人海中 媛媛一直覺得欠金金一個抱歉 現在自己要結婚了 她希望能找到金金 請求她的原諒 完成當年的約定 讓她做自己的伴娘 今天在好久不見的舞台上 兩個小閨蜜能重逢嗎 精彩就在今天的好久不見 今天來到好久不見的第二位重逢委託人 是一位鋼琴盲童天才劉浩 一個連五線譜和鋼琴黑白劍都看不見的男孩 他是怎樣學習鋼琴的呢 甚至還可以到美國去演出 他的幕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彈鋼琴的盲童叫劉浩 今年17歲 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 現在是中央音樂學院 古浪與鋼琴學校高二的學生 六歲那年劉浩就獲得了與鋼琴大師朗朗同台演奏的機會 八歲赴德國參加舒曼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總決賽 榮獲第三名 十五歲在北京中山音樂堂舉辦了人生第一場鋼琴獨奏會 如今劉浩正在奮力地向著自己的音樂夢想奔跑 但這條逐夢之路在一開始卻充滿了泥泥 在17年前劉浩剛出生不久 她的媽媽康貴琴曾動過全家一起親生的念頭 她小時候是因為我生她的時候三胞胎 三胞胎 對 又是早產 我生她那天才剛七個月 後來就在醫院寶貝箱裡吸氧 就吸多了 後來造成那個視網膜病變 就是養中毒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治了發現的時候 對 沒有辦法就是 我那 相信這樣的情況下 作為一個媽媽的心情 肯定是絕望的 對 對 對 當時真的就很絕望 當時就想 腸痛不住短痛 那時候我就想一家人就同歸於盡算了 你們家不是還有十三胞胎嗎 那些生的是 對 另外兩個呢 另外兩個在醫院子就沒了 就是因為早產的原因 對 在醫院裡三天那個老三就沒了 那個老二是活了十四天 最後就剩她一個 最後她眼睛還看不見 所以說就剩這麼一個寶貝哥了 然後結果發現她的眼睛看不見 是 因為我之前那天 我一個女兒也就是身體也不是太好 就因為她是老癱 因為她身體不好 所以我才要了第二癱 我想要一個健康的孩子了 以後照顧她姐姐 沒想到她又這樣 所以說我就 因為劉浩看不見 媽媽就買各種音樂磁帶給她聽 每次聽到音樂 劉浩都異常的高興 劉浩媽媽硬心想給她找一名電子琴老師 可走遍的赤峰市也沒有一位老師 願意教一位盲童彈琴 在我們赤峰市找 當時我也不是這個圈裡的 我也沒學過音樂 都不知道去哪找老師 反正我就見到 什麼琴好呀 什麼那個少年功呀 所有帶藝術的這種字的 學校我都要去看看 都進去問一下 完了 我給他們一說 我說我孩子看不見 就是想找個老師 學習電子琴 完了一說是看不見他們都不教 他說看不見怎麼學琴也教不了 當時跑了很多很多家琴行是嗎 對幾乎都跑遍我們赤峰市 全程都跑遍了 但是有的時候可能不是別人不想教 他可能是真的他也不會 不知道該怎麼教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 在鄰居的介紹下 劉浩結識了劉勇學老師 也正是這個劉老師 改變了劉浩的人生 劉老師說我也沒教過盲童 我試試吧行嗎 他當時就同意了說要試試 對對對當時也同意了 他說我試試吧 當時你肯定特別激動吧 特別高興 後來我就說那怎麼收費呢 後來他說我想他們家的孩子 肯定要比其他孩子要多收一點 因為他不好教啊 後來他說我不收學費 我試試 劉老師對劉浩在鋼琴上的啟蒙和指導 讓劉浩可以在音樂的路上越走越好 如今劉浩在鋼琴上取得了很多成績 他時刻感恩當年劉老師的教導之恩 今天他和媽媽來得好久不見 就是為了尋找這位恩師 當初他們為何失去了聯繫 今天他們又能否重逢呢 精彩就在今天的好久不見 上週四是我們家庭歡樂秀特別節目 歡樂東北風首播的時候 首播一經播出呢 是贏得了很多朋友的喜歡圈粉無數 也很期待下期節目有什麼樣的笑料 而明天又是歡樂東北風和大家見面的時間了 又有哪些精彩等待大家 又有哪些笑料將會呈現呢 我們一起先去打探一番吧 家庭歡樂秀特別節目歡樂東北風 每週四都給我們帶來幽默的脫口秀和搞笑的小品 看的觀眾是彭富大笑 但是想完成一台好節目 需要一個團隊的配合 大家齊心協力才能創造奇蹟 但是我們身邊總有一些隊友 一到關鍵時刻就給你上眼腰 成為你成功路上一條不可逾越的紅龍 任憑你在網購裡倒多少混牛土也填不上 被小笨不怕誰一樣的對手 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吹小笨這個人 就是挨上死擦上網 看上一眼就高血糖 這個敵軍太兇殘了 我得志去藏起來 爭取給敵軍致命一擊啊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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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啊將軍呢急死我了將軍啊 將軍 你在哪兒啊 將軍 你在哪兒啊將軍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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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這兒啊 本想給敵軍致命一擊 好像沒讓你們幾個給我踩死了 幹嘛踩蹦蹦床呢 將軍 你隱藏得也太深了吧 是啊 我們愣是沒有看出來啊 對 要想看到底如何被豬隊友吞沫 我們還得關注明晚21點10分的歡樂東北風 用美味叫醒靈魂讓愛重回廚房 沒錯 又到了由善口品牌獨家冠名播出的 讓愛重回廚房的板塊了 之前的菜品您都學會了嗎 今天又有哪些新鮮菜品出爐呢 趕快去看一看瞧一瞧咯 做兩道快速又美味的夏季小炒 魷魚富含鈣 磷 鐵元素 利於骨骼翻譯和造血 今天我們就來一起試一試這一道辣炒魷魚 所需要的食材有鮮魷魚 洋蔥 大蔥 佐料有黑芝麻 醬油 辣椒醬 首先呢 我們將洋蔥切條 切蔥花 KIC If you vulnerable around me 魷魚切成魷魚圈 魷魚爪口感很勁道哦 鍋中燒沸水 切好的魷魚焯水 撈出 洋蔥下鍋翻炒 洋蔥下鍋翻炒 加入辣椒醬 倒入超好的魷魚圈 加醬油 蔥花 加醬油 蔥花 簡單翻炒之後 撒上扇扣黑芝麻 嘗上一口真的是甜辣鮮香 滿滿的幸福感 那接下來的這道菜呢 叫做孜然豆雞翅 豆雞翅也稱素雞翅 是一種鹹香爽口的豆腐幹製品 首先我們將辣椒切絲 蔥切細段 鍋中熱油 放蔥段 加辣椒絲 炒香 泡好的豆雞翅倒入鍋中 翻炒後加糖 放入辣椒醬 依次放入孜然 辣椒粉 這道孜然豆雞翅就出鍋了 電視機前的您趕快動手試試吧 情動時分給你抬千賀彩 幕後精彩 今天的全部內容就是這些了 希望電視機前的您 可以多多關注吉林衛視 時常關注我們情動時分 也別忘記今晚九點十分 播出的好久不見 我是張素 明天再見囉 拜拜